任期將近五年的警政署長陳嘉欽 應該是在明年才會戒退 但現在卻傳出他提早提出申請退休 報告是已經送到了內政部 在昨天下午行政院已經召開了治安會報 當時院長蘇貞昌不斷的肯定感謝陳嘉欽 現在國民黨方面就質疑了 說這請辭恐怕是跟人事布局爭議有關 跟年底的選舉也有關係 更多內容來看國會大現場 今天我們邀請到立法委員李德維 是 大家早安 是 德維哥早安 我們今天要聊關於警政署長陳嘉欽 因為他上任將近快要五年的時間了 但是近日卻傳出了 他已經提交了請辭申請提前要退休 但是這個時間點非常奇怪 因為年底的選戰逼近 甚至他已經是上任第二任 是非常久的警政署長 而且他風評非常好 那舉不必輕 甚至跟監察院的院長陳菊 甚至跟刑犯長蘇文昌都有關係 但是這個關係就傳出說 他其實跟內政部長徐國勇關係不太好 難道是因為這些人事的爭議案 導致他現在要特別的在這個時間點 特別的請辭嗎 還是這個時間點讓人非常質疑說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難道他受了委屈 還是他在氣什麼嗎 我想其實陳嘉欽署長沒有錯 就如同剛剛您所講的 就是各方面大家對他都還滿滿意的 包含即使大家認為他是陳菊院長 那個包含行政院蘇院長也都很對他提起 但是其實在藍營立委這個部分 他是由於是我們葉宇蘭委員以前的同學 那其實大家對他相對來講都有一些正面的評價 其實算是還滿難得的一個警政署署長 所以是不是因為五月三十一這個會期結束了 而年底的選戰又到他 所以說他等於順勢下車 然後讓不管是內政部許委農部長 甚至於孫昌院長去做下一個T次的一個佈局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警政署長的確是攸關台灣治安的一個 等於算是警政的龍頭 那在這個時候提出辭職 而且是提早這麼多就來辭職 等於是要申請退休 的確是非常的罕見 所以我們當然也希望在這個時候 包含行政院內政部 都應該好好來思考一下 整體台灣警政的人士的佈局 那是不是對於整體的治安有利 還是有任何的問題 那我們也不希望陳家欽署長 是為了一些不必要的政治的干預或干擾而退休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 雖然他已經報紙透露他已經提出來 但我們倒是覺得說 為了台灣整體的治安 為了年底選舉的一個整體的秩序 我們倒是覺得行政院要來好好來思考 是啊 雖然他其實是感到非常不捨的 尤其是他跟陳家欽的關係非常的輕 尤其陳家欽他的風評非常的好 但是我們還是想要問說 因為其實媒體報導都有講說 他其實跟徐國勇在人事的佈局上面 是有些爭議的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這個爭議點 導致他現在上任五年之後 應該說他上任之後 在第五年快要五年的時候 四年又九個月的時間他要請辭 所以我們畢竟要懷疑說 現在蔡政府的人事佈局是不是有些問題 甚至陳家欽他現在面臨了什麼問題 所以因此是爭議非常的大 整個報刊的頭條都爆出來了 陳家欽到底面對了什麼難題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 大家還在質疑是不是跟所謂的 警政高層的人事有非常相關聯的 因為畢竟下一個階段的 包含警政署的副署長 甚至於刑事檢察局 以及各縣市局的局長 好 那就是說各縣市陷阱局的局長 人事的安排是不是有一些相關聯 那也許我們大家也聽到說 是上個禮拜他還對相關的人事 在做一些安排 但這個禮拜就突然傳出說 他準備請辭 然後來提早退休 所以是不是跟這相關的人事方面的爭議 那我們倒是覺得必須好好來思索 畢竟一個警政人事的調動 應該能夠以治安為主 而不是作為相關人事的鬥爭 我們不希望在這個部分 尤其年底選舉之前 我們不希望警政人事的這種鬥爭 成為一個焦點 謝謝 謝謝委員 感謝寶貝的時間 好 首先現在聊到有關於年底選戰逼近 但是警政署長陳嘉欽 卻是傳出說他已經請辭了 甚至要提前退休 但是他上任將近五年的時間裡面 其實我們想問說 他風評這麼的好 甚至內局不必清 但是他跟行政院長關係非常的好 甚至跟陳局的關係也非常好 但是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難道是因為人事真意的問題嗎 我們知道說他跟內政部長徐國勇的關係 可能沒有那麼的合路 但是剛才立委李德威就講說 其實現在不應該淪為說是政治鬥爭的一個棋子 甚至我們要去懷疑說 這當中是不是有出了什麼問題 人事爭議的部分我們沒有辦法去涉入 但是我們想問的是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要提前退休 以上是這些貴貴貴心 我們將紀錄將會給Pony主播 水神物化器 好 就是這台 他24小時在我們這個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的在做空氣當中的清消 好 我們現在水神物化器也有像這樣 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物化器 請大家上快點GO下單的時候 輸入我的代碼CTI588 會有折扣優惠